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智慧获得的都是圆满的 我们说是供余殿 供品 实在说这是不能够报答的 我们供佛菩萨的形象 每一天中午给他上供 这能报答吗 不能报答 供养佛像 在佛前大供 这种仪式是提醒我们报恩 念念不忘报恩 真正能够报答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佛的愿望实现 佛的愿望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闻到正法 一切众生都能够依照佛法修学 都能够早一天圆成佛道 这是佛的心愿 满安他的心愿 这真正叫报复恩啊 所以真正报复恩啊 就情传发了 佛告诉我们 佛告诉我们 英国报应的道路 英国报应 四十的真相 一切众生 自己造业 还是自己要受报 佛菩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过报 佛菩萨只有教导我们 让我们怎样去修行乐 怎样去消除眼障 怎样的转变我们的果报 他只能做到此地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 无故是以此为重点 只要我们自己明白了 拘捕了 停止造卧业 认真努力 加强修善意 古报就转了 沉蒙佛菩萨教导的 若不是佛菩萨教导 我们怎么会转 这是佛菩萨 对我们的无私意的恩德 我们总得要明了 唯有明了 才有报恩心 知恩才会有报恩 不了解这个恩德 我们报恩的念头 就算不起来 要怎样报恩呢 那是佛在经上 常常提醒我们的 受持独送 为人饮舌 这样才能报恩 这样才能 报父母养育之恩 报国家保护之恩 报众生互助之恩 报佛菩萨思达教导之恩 上报四重恩 果然能报恩的 一定是夏季三处 我们自己 得到佛法的利益 我们想报佛恩 报佛恩怎么会报法呢 供的佛菩萨像 每一天给他供点香蕉水果 给他磕头礼拜 这就是报恩了 这不是 实在讲 佛菩萨绝不稀罕你这些供养 佛菩萨的运行呢 就是希望把他教会 能够广泛 不变地传播 给一切大众 使一切大众都能得到佛法 都能够明白佛法 都能够依教修显 这是佛的信念 阿弥陀佛在过去法云修显 建立极乐世界 为什么 就是为普度众生 我们要全心全力 宣扬这个法门 让大家都认识 让大家都明了 让大家真正觉悟了 他就会真信 真法云 真念佛 他就往生做佛了 这个事情重要啊 比什么都重要啊 所以我们求往生 不求平位啊 我们求的什么呢 都多让人相信 多多地看到大家往生 我们真正就心满意愿了 这个法新 功德设备讲 非常殊胜 我们并不是贪图功德 为了报方位 为了报一切众生之恩 应当发行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智慧 没有这个能力 你只要一发心 佛菩萨神力一加持 你智慧也来了 是能力也得到了 通通都有 所以实在讲 绝对不是自己 有这个智慧能力 是蒙三无高 为神价值 这是实实在这 我们如果要发约 报佛恩 要帮助一切众生 理解佛法 把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 那么自己一定要扩摸 念念都要为利益众生着想 自己无论吃什么样的苦头 就像阿弥陀佛在阴地里面 所发的愿一样 绝无缺短 只要叫众生得合法的利益 能够闻到净土的法门 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牺牲 都是值得的 都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够遇到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应援 这些别过 没有大善根大福的大应援 我们这一生遇不到 既然遇到了 我们要知道报佛恩 知恩报恩 报恩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经典 普遍流通 普遍劝告一切有缘的众生 所以有缘就是他肯相信 他肯依照这个经典来修行 这就是有缘的众生 没有缘的众生 我们也告诉他 虽然不相信 所以伊利尔根勇为道众 替他来生做真善愿 他这一生得不到离极 所以叫跟熟的众生成熟了 他这一生决定往生 遇到这个法门 决定往生不退成熟 这叫跟熟的众生 没有熟的 我们跟他接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